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IG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放大到你去感知到他们的情绪或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记忆 专注记得一件事 想八卦主持 然后等一下我会顺便用这一把来去做一个降魔的动作 所谓的降魔并不是 所谓障传的法器 障传的法门 他们说降魔不是说去把鬼给打了魂飞破闪 而是说降服心魔 降服我们那些不好的想法或铺面的想法 摧毁掉 让它烟消云散 让心理能够重新清静 对自己 对其他众生 所以上次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我跟你去坟墓那一次 我不是有讲吗 我就带这把出来才会有活口 嗯 就是因为这样 等一下我会稍微示范一下 然后 真的强 这把 真的强 这把 跳我再看一下 这里刚好 这里 然后你 你等一下站 你等一下站这边好了 好 真的 你要蹲下也可以 反正 专心一件事 好 然后记得Ken的位置在哪里 好 你的心中你的八卦有多大 你就尽量去维持那个八卦的大小 用观想 你要当人自己在做白日任务 没关系 就是用想 嗯 因为这里等一下 我刚有跟他们讲 嗯 等一下要请他们帮忙 所以这条通道要让它寬敞一点 嗯 好 罕agen 没什么施法啊 没什么施法呀 没什么施法啊 没什么施法呀 脱法 藏费磊 藏费磊 抓到 咱喇所 打手 打手 在里面 带了 嗨 散伞 看了 懒 打手 ac 是這個如形古造神秘牌 這一個如形古造神秘 都忘了看的 這一個如形古造神秘 這一個如形古造神秘 古巴金剛 世界 直到 把門關牽了 真的是很好啊 那個能量真的是有夠強 順便機會教育 剛剛不是講 葬船的法門基本上都是降伏心魔對不對 剛剛 剛剛不是有感受到他們這邊很多負面的情緒嗎 因為畢竟他們是被人家怎麼樣在這邊的嘛 我那個 拿到之後那個感覺少一半 咒語一吹下去 全部都沒暈消雨上還有點亢奮 降伏 降魔就是這樣降伏心魔 基本上你要有一個先決認知就是 等到時間久了你跟他一起持咒 你跟他一起共修的話 那久了 你也的確全心去相信他 相信他能夠給你帶來 我就直接講啦 成長 給你帶來成長 這樣的話 那其實你們兩個頻率對上相應了 你自然就開始知道該怎麼去運用他了 有一些人可能會講說 你沒有皈依 或是說你沒有去信他們的那個門派 你不能去持咒 佛陀的理念是沒有分別心的 終身平等 怎麼會有這種門戶之間咧 我至少我認識的 我自己修葬傳的朋友 他們都沒有那樣的觀念 因為覺得法門是大家都可以修的 那什麼叫皈依 你信他 你信他 並且把那份思想約束在自己的行為 帶到自己的生活上面 那個就叫做皈依了 生物是有靈性的 會認主人 你才剛拿不久 你還沒有辦法去讓他認你為主啊 所以你剛才拿這支法器 你有感覺到他是有靈性的 所有的法器一定都會有靈性啊 我這一把力量很強 等到你有辦法跟他相應之後 你才有辦法駕馭他 去發揮他完成的力量 我剛用這把在這邊 一般人是看不到 不然的話其實 就是張開一個大型的結界 我幾乎一念下去 我進入那個專注的狀態之下 直接就是整個範圍都死了 所以可以做一個大範圍的進化 法器就是要這樣用 慢慢修吧 等到你能夠駕馭他那天 你整個人其實不管是說話也好 還是說你的思想其實也都不一樣了 嗯 希望我也不就這樣 先收起來喔 先收起來 誒 今天跟我們上次在那邊不一樣 你看 蠟燭沒有熄掉就算了 今天沒有燒出兩短一場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燒出兩短一場嗎 嗯 你剛剛在這邊張開一個小姐姐對不對 嗯 可是你們剛剛都在我的大姐姐裡面 哦 你這個八卦不錯好東西耶 對 多少錢 隔岸 這個沒辦法隔岸 好 浴水 哪裡買的 有開關過 這個有 有開關過 好東西啊 等一下慢慢慢慢以後 以後有機會再教你怎麼開關 其實開關也沒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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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好 你知道為什麼剛剛我要念經嗎 嗯 剛剛那個煙是給這邊的好兄弟他們去 他們去洗的一部分齁 坦白講他們有目睹這邊的一些事情的經過 可是因為 畢竟他們在這邊是 有供奉的 等於說他們就是 在這裡他們也不會去亂來幹嘛的 那我留一個 我剛剛是留一個法門在這裡 讓以後如果說齁 還有其他人 要來這邊做這種 算有點喪盡天良的事了 他們可以運用那個法門 去 去給予他們應該應得的因果 我那天有大概看一下你影片你在幹嘛 其實說實在的 三年來齁 你也探險過不少地方了 那你也拍過不少宗教 看過不少師傅在做法 三年累積下來 坦白講也是很可觀的 一個人不可能毫無成長 居然在旁邊看久 其實也會有樣學樣 那久了當你開始測試說這個東西 真假或是能不能用 這就是自己的經驗了 所以 其實你不用去管那些網友說什麼 你啊 才學沒多久就出來 哇靠 誰一出聲就會飛天蹲地 可是我那天是真的在念咒的時候 那天是第一次覺得頭超暈 可是那個暈不是那種感覺是靈體干擾 是我在念咒的時候頭在暈 有感覺了喔 那天感覺超明顯 我回到家我跟Kim講說 我有點嚇到 就是很特別的感覺 呃當然 因為你剛開始其實感知也不穩定 嗯 你這你這並不是說 忽然間有了 你們一直拍探險類型的 嗯 假像說又宗教類型的 等於說你們是高密集的 沐浴在這種環境之下 慢慢感知會放大 嗯 你現在會有感知 這是好事也是壞事 你現在學了就怎樣 你感知到什麼 無事 比方說剛剛進去的 你剛剛進去有什麼感覺 剛才進去就是 一開始要進去的時候就覺得好像 有什麼悶悶的感覺 然後我剛才其實有點嚇到 就是不是看到那個骨頭嗎 嗯 然後我第一個直覺就是 覺得是那一間房間 我先講比較重要的是 你剛剛有其他的感覺 感知 我現在順便也是給觀眾一個 機會教育 那些情緒 你那些感知都不是來自你自己的 你很難去排解 持續呢有一個相符心魔 還是回到那句相符心魔 把你自己拉回自己原本的心態 嗯 修行真的就一直在練這件事情而已 嗯 我們心態不要去受到任何影響 所以你現在要學的是 有感知 沒關係 OK 代表成長有進步 很好 但是 要學著 當你感知被那些情緒影響的時候 要拉回來 不然就會像我上次那樣 可是那是因為我本身 我就用走火入魔再來修行 嗯 但是那樣玩其實等於在玩命 我不建議你們這樣玩 嗯 按部就班 好 好